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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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总共大概有五六点就是重要的步骤 当然遇到了车祸你必须要冷静的面对保持冷静 要检查自己有没有受伤有什么伤势 然后可能车祸你是在路中间嘛 如果你是撞到前面的车或者是后面有活动车撞到你 你是在路中间可能你会造成交通阻塞 然后如果你没有把你车子移到路边的话 可能会有很大的危险 后面车可能没有发现到你可能还会再撞上来 所以检查自己没有受伤了以后呢 小心把车子移到路边避免再次发生收获 第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要冷静 当然你要观察四周 因为你知道马来西亚治安有时候并不是太好 可能后面的车是假车祸 他就是故意撞上你 然后呢其实要抢劫 所以你要关注四周 不要贸贸然的下车 看看四周是不是有什么不一样的情况 然后才下车 确定不是假车祸才下车 第三点很重要的 拍照记录 发生车祸我们一定要拍照记录 当然今天我讲说第一点就是对方嘛 就是双方面发生车祸 如果真的发生车祸了 你可能会要求要记录对方的身份证 加证或者车牌号码 当然不是每个人愿意把身份证交给你的 如果他愿意的话那就好 如果不愿意的话 至少你可以把他的车牌号码记录下来 对于之后啊如果你要索赔保险啊 还是报案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你也得记录你的车祸状况 就是你发生车祸的地方 你要拍摄下来 你自己有没有受伤或者对方有没有受伤 你要拍照做记录 然后要跟对方交换联系方式啊 因为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不管你以后有没有索赔车祸 还是如果你是自己私自 settle 就是私自私了啦 没有去报警 也没有去报信 索赔保险的话 你至少也要有一个证据嘛 证据的当时是发生什么情况 车祸严不严重 然后有没有人受伤 发生车祸地点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换联系方式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知道之后对方 他会不会去报警 他会不会去做什么事情 所以你们要联系好来 证据拍摄下来 这样子是对双方的一种保障 第四点啊很重要的一点 协商索赔 发生车祸你撞到了他 或者他撞到了你 肯定汽车就是会受到损伤嘛 或者是会受到受伤等等 这些都会有索赔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所以啊很多人会选择 私下解决了事或者是索赔保险 都是以情况而定的 像我之前讲的嘛 像很多人为了怕麻烦呢 不想去报警 也不想去练保险 可能那个车祸并不是特别严重了 他就想说啊 实质了结就好了 可是实质了结当然是要看情况而定啦 我并没有说全部情况都应该要去报警 去索赔保险 只是要看情况而定 可是实质了结的话 就是像我刚才讲的那一点 之前讲的那一点很重要 拍照记录很重要 因为可能突然之间他当场 对方还是觉得实质了结好 不要去报警啊 索赔保险啊麻烦 可是他突然之间可能他过后 他回到家了他想一想 觉得心里很不甘 他又去报警 或者他又去干嘛 做什么事情 他突然变过烦尔印尼口呢 所以我觉得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去报警啊 索赔保险是根据正规的情况 正规的法律去走是比较恰当的 当然我是觉得是看情况而定啦 如果真的是没有什么损伤 大家也没什么事情 可能不值得的话 你们要自己做决定哦 凡事就 如果自己私了是有一些风险的 对啊 再来的就是如果全部已经解决了 车还可以开的话是可以开 可是有些情况车的情况很严重 你必须要拖车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啊 通常发生车祸的时候 在马来西亚啊 可能不到五分钟或不到十分钟 就有那些拖车集团或者拖车公司来到那里 要帮你去拖车啊 要帮你去报警啊 然后他们会给你很多的advice啊 就是劝告啊 好像是好像是专家一样啊 当然他们 我可以说他们是专家啦 因为可能他们就是专门做这一行的 在路上走啊 看有有什么遇到车祸 然后他们就会去帮忙 然后拿取一些费用 可是当然有一些是正规的 有一些是啊 诈骗集团 他们就是帮你拖了车 然后敲诈你 勒索你就是不需要这么贵的价钱 他们跟你说非常非常贵的价钱 然后敲诈你一笔 所以啊 如果你要找正规的拖车公司呢 你可以打掉给你的保险公司 或者打掉给你的保险金金啊 他们就会给你一些啊 拖车服务 有些保险公司呢 应该是会提供免费的拖车服务的 所以看你购买的保险公司是怎么样的 配套是怎么样的 所以还是根据正规的公司 是比较恰当的 比较安全的 最后啦 如果你决定要去索赔保险 你要去警局报案 你就要去警察局了 然后根据啊 陆路交通法令啊 第52条文啊 如果发生了车祸 24小时之内呢 就必须去报警 如果你超过这24小时啊 就会被罚款了 然后啊 在警察局你录取好口供之后呢 你记得要去跟警察 索取那个报案书啊 还有调查报告 但有时候啊 每个警察局 每个地方 他们的效率不一样 有些可能需要一到两个星期 还是什么 你都要跟警察跟进啦 因为你要索赔保险呢 这些警察局的这些文件呢 是非常重要的文件之一 OK 这六个步骤呢 就是啊 遇到车祸的时候呢 你们应该注意 应该要采取的一些重要步骤 那么我现在就要来聊一些 诉讼所长 法律责任 还有什么样的援助 可以帮助到你们如果遇到车祸 啊 我首先来聊的是民事诉讼所长 很多时候呢 保险呢 当然每个配套不一样啦 你购买的配套保险配套都不一样 我不能够说 它是怎么样 就是看你买的那个保险配套是怎么样的 因为保险呢 通常是只能够赔偿你修车的费用 如果呢 你受害者的伤势是非常严重的 残障啊 不能够走路啦 或者是生命接近遇到的危险啊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考虑呢 请律师呢 把那个造货者造事者啊 告上法庭 索取其他的费用 啊 如果是这种受伤啊 导致你很严重 比如说 丧失了工作的能力啊 还有一些身体上面的残障啊 如果你请律师啊 是可以除了赔偿你那些医院的住院费用 还可以平常你因为这场车祸 损失了你的工作能力 你的薪水 然后你的啊 你的那个 个人的那个 那个 那个怎么样 就是正常的生活 不能够享有正常生活的权利呢 这些都能够以金钱的方式去赔偿给受害者 所以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的车祸 可以考虑采取民事诉讼所长 在民事诉讼的所长程序呢 这个伤者呢 就必须要收集那些路验治疗所有的手据 要收集起来会交给律师 然后当然律师他会去跟那个医院呢 或者是医生呢 所取那个医疗报告 然后根据您的上市内容呢 进行索赔 像我刚刚讲过的 如果是在车祸中上市工作 农历 瘫痪 甚至是死亡等等 律师呢 可以能够为伤者或者死者家属呢 所取更高更高的赔偿 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呢 这一方面的律师他们的收费呢 我不敢说每一个律师都是这样 蛮多的律师呢 这种车祸伤 受伤的这种律师费呢 他们是索取就是 可能一开始他们只是收一些 简单的一些disbursement的费用 一些杂费而已 如果真正的索偿成功了 律师就会跟你讲 对方要赔偿你的多少钱 他就哪一个百分比 来当做自己的律师费 我这个只是给个比喻而已啊 有些律师是这样做的 但是不是所有律师都是这样子 所以这也是你们以后可以啊 如果遇到 如果有人遇到这种方面的问题呢 律师费是有些的 律师是这样子收费的 好的 我另外来聊的就是一些 免费医药费的援助 一些特殊的情况啊 比如说是被摩托车创啊 你的你的车的保险 你过期了没有renew 或者对方的车的保险 过去也没有renew 索费保险就是不能 无门失败了 然后有没有钱 请律师打官司 这个时候可以像一个MIB Moto Insurance Bureau 或者什么一些索取医药费 然后他的部门联系电话呢 我是放在这里 大家如果遇到这方面的那个情况呢 可以向他们寻求援助 然后我现在再来聊的就是刑事责任 我们马来西亚的车祸死亡率呢 可以说是居高不下 总检查署呢可以援引刑事法律 来对付这些触犯交通 但是有些大死亡者 几万令吉 然后吊销执照 所以也是蛮严重的 当然马来西亚我们也看很多社会新闻 有一些就是真的是 危险驾驶导致很多人生命 离开了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大家出门在外 开车要小心 第二点就是乳马或危险驾驶者 也是会被判追监禁 没有导致死亡也会被判监禁 也会导致罚款 仇犯者的监禁最高可以到10年 以及吊销执照 第三点就是疏忽啊 不理让驾驶啊 没这么严重的 可是也是会背叛监禁 不超过一年 罚款还有吊销执照 然后应该是在去年 马来西亚更改了这个 我们叫陆路交通法 对于醉酒驾驶 喝酒后驾驶 他的刑罚已经提高了很多了 所以你看 这里还就是说到 如果是醉酒酒驾驶 导致别人死亡 判处监禁最高可以到15年 所以是比前面的那些的情况 还来得更高 罚款还可以到10万令吉 掉下之照是10年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醉酒驾驶的刑罚是非常非常高的 然后没有导致人死亡的话 也是要罚款及监禁 所以还是非常严重的 所以我觉得去年更改这个交通法律 我们的交通部更改这个法律 其实是挺好的 就是因为可能发现 我们马来西亚这几年 太多人就是不负责任了 喝了酒驾驶 导致别人受伤 甚至是死亡等等 所以更改法律 然后提高这些刑罚 我觉得在社会方面 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是提供一个警惕的作用 大家可能会觉得 如果真的是喝酒的话 可能就不驾驶 做Grab 可能会更加的好 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方便 OK 我刚刚之前讲的是 自己出门在外 开车啊 或者是什么 遇到了交通意外 然后有些时候呢 是别人的因素 也不是驾驶其他的车 其他的驾驶人士 公路使用者 造成跟我们一起相撞 泡沉的意外 有些时候 是我们的陆路 我们的马路 有洞 有路坑 我们知道 在大马 其实应该算是比较进步了 可是我们都在这里 生活了这么多年 有一些地方的路 就真的是很多坑 坑坑洞洞 不过我觉得我们其实西马 还蛮好的 我们曾有去过东马 其实东马的路交通 没有西马的发展来得更好 所以我觉得西马是OK了 还需要有进步的空间 那如果是因为 我们今天出门在外 那个路上的坑洞 你是开摩托 突然之间你 撞到那个路洞 然后你跌倒 你受伤 这个时候怎么办 不是别的车撞到你 不是别的公路使用者撞到你 而是那条路 那条马路有个大洞 让你的车进去 或者摩托车进去受伤 你有什么权益呢 其实根据我们的1974年 道路沟区及建筑物法庭之下 人民是有权 像政府部门 通常是市政局的 采取民事诉讼索赔 实现是意外发生后的三年以内 这个为什么是三年以内呢 就是我们今天 如果你要采取民事诉讼 我们有一个就是要实现法令 任何的 比如说合约 或者是租聘合约 或者是买卖合约 或者是你那些买卖货物的合约 都有一个时效 你要控告别人 要跟别人索赔 是六年 事件发生的六年之后 你就必须索赔 这就是我们控告别人 就是正常的情况 普通的情况之下 可如果今天你要控告的是政府 我们政府有另外一个法令 是专门就是控制政府的 三年之内你要控告政府 只有三年没有六年 当然还有一些 其他的那些东西 就比如说 今天我们不是告政府 我们是告一个商家 告一个别人 告一个individual 告别人 你如果拿到了那个法庭庭令 他还是不给你钱 你可以怎么办 我们可以是说去执行那个庭令 你可以如果是人 你可以说我要用他破产 如果是公司 我可能要清盘那间公司 这种我们叫执行庭令 对于政府 是没有办法执行庭令的 这个理由是什么 因为政府肯定会给你钱 所以你不可以讲说 今天我要去冻结 政府的银行户口来还我钱 今天我要去拍卖 政府的资产来还我钱 是不可以的 因为政府一定会给钱 你可以告政府 可是不能够去执行 那个庭令就是说 你庭令交给了政府 政府就会给你钱了 所以这是关于政府 一些特定的法律 时效不一样 执行法令是不一样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 我一个小小的市民 我无依无靠 我又不是Dato 3 又不是Dans 3 我没有权 没有事 我怎么可能去告政府 告政府一定输的 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讲的 我就来分享一些成功的案例 也就是这个道路工程 其实成功的案例还是蛮多的 就在槟城有一个摩托车 应该是在2009年发生了一个意外 它是在槟城 应该是Georgetown吧 它不是Georgetown 应该是槟城的一个小地方 他就是经过那路口 撞到那路口 然后整个人跌倒 受伤 他这个案件是被告到上诉庭 就是他在那个Section Court的时候 地方法庭的时候 他输了 那个小市民输了 一直上诉上诉 他上诉庭终于赢了 最高的法庭 宣判受害者申诉 政府必须要赔钱 所以并不是代表政府一定赢的 马来西亚的制度是三权分立 Judiciary Executive Legislative 就是司法 然后Executive 就是我们讲说政府 Legislation 就是那个 我们的国会议员 他们去制定法律 三权分立 三者互不相干 所以政府没有办法去 控制或者去影响司法 所以司法是公平 公正独立的 不代表你告政府 政府就一定赢 这个案例就告诉你了 如果真的是疏忽 如果真的是市政局的疏忽 没有去好好的维修道路的话 人民是有权利去控告政府的 而且有权利胜诉的 再来就是Shalam高庭 之前我讲的 槟城那个案例是马来西亚人 去控告政府 这个是外国公民 巴基斯坦的公民 他去所长5万令吉 也是因为道路坑洞的原因受伤 也是赢了 这是在高庭 是在Shalam 所以没有说包赢 没有说政府 去案例是包赢的 今天我们讲交通法 政府也会输 我们讲今天有人去控告教育部 控告什么交通部门 他们也有输的经历 所以不一定是 小市民是无法 控告政府 然后无法胜诉的 所以只要你是有证据 只要事实是在你那一边 所以不要害怕 维护你自己的权益 就算是政府 我们也能够是 根据情况去进行控诉 好 所以道路维修是政府 大道公司 是一位 还有工程局的担任 今天我们讲说 每个部门不一样 今天你是去highway 多plushighway 那个是属于大道公司的 你不可能去告政府 因为大道公司是一间公司 可能它是私营的大道公司 它是私人界 那你要去控告的是 去控告私人界的政府 那就私人界的公司 不是政府 当然有些大道公司 是联营的 政府跟私人界联营的 你也要去控告 不同的机构 所以通常是市议会 如果你是在提供 BKL 你是在PJ MPPJ 这些要靠不同的市议会 他们管较不同的道路 还有公共工程局 如果真的是道路失修 因为有关当局 它是已经违法 或者是已经疏忽了 受害者 是可以采取民事诉讼索赔的 你的索赔的那个金额 你可以索偿 就是比如说包括医药费 入院费 汽车维修费等等 都可以在你的索偿金额里面 好 我聊的是这个道路的路坑意外 下一个话题 我要聊的是最近非常好的一个话题 天降混货 高价桥意外 吉隆坡特别多的高价桥 尤其是最近我们建MRT 然后很多道路 开始做高价桥 因为塞车 如果是道路高价桥发生了意外 民众有什么权益 其实高价桥意外有很多 我们必须理清是什么样的情况 在吉隆坡有发生的高价桥 就是卡车 楼里 货柜车 他就是强闯高价桥 他真的很高 他不知道高价桥 其实有限制那个高度 他就冲进去卡着那个道路 卡车道路是小 交通主射是小 如果他冲进去的时候 撞到那个在里面施工的工人 或者是后面的人 导致后面的车啊 被东西压到啊 那个施工的那东西掉下来 或者人掉下来 这个呢 这个时候呢 是谁造成的意外 肯定就是这个卡车司机造成的意外 所以如果你们要采取什么 民事诉讼是什么的 是against这个卡车的司机 这个或者司机 我们要了解是谁造成的意外 或者是现在我们最近发生的新闻 就是SUKE大道 那个高价桥的吊车坠落 砸伤公务使用者 等等 因为SUKE已经发生了两起 至少两起事件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知道 意外这种发生 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是吊车掉下来 施工到一半里面的施工公司 里面的工人啊 操作失误还是什么 掉了下来 我们要了解的最重要一点是 调查要做调查 有关当局必须调查 可能是政府部门会揭露 叫私人公司 委派一个第三者 去进行调查 因为不知道到底是谁 造成这个意外的发生的 理清到底是大陆使用者的错 承包商 因为有时候啊 这个高架桥的工程 不是政府去承办的 他是外包给一些私人承包商 去承办的 然后外包的私人承包商 他可能今天这个工程里面 我有外包五六个 subcomputer去处理 所以要去了解 要去做调查 到底是谁的错 还是政府部门的大意 这些都是要去做调查 有了这个调查标告以后呢 有关当局 政府呢 他就可能去采取行动 如果你是私人承包商 的错 政府就可以让私人承包商 列入黑名单 好几年都不可能 接政府的工程 就是已经基本上 就是判录死刑了 反正是死刑只是好几年了 过后他还是可以 继续接政府的那个工程 当然还是有刑事责任 如果真的是造成 有人伤亡还是什么 也是会造成刑事责任 还有民事诉讼等等 就有这个 现在是现在在发生的案例 就是SUK一大道了 除了造成 我们知道的哈 最近的SUK一这个 这个这个案件呢 是有人死亡 然后有人受伤 这点我们都知道 还有就是在发生 这个大道的意外的时候呢 因为有人死亡 有人死亡 政府就说封路令 整条路封起来了 但是其实在这个SUK一大道 周围是 是这是在KL KL西东坡嘛 周围是蛮多公寓的 就有就有客户啊 他就有联系我说 非常的不幸 他的公寓呢 就是在这个SUK一大道那里 整条路封了 车没有办法进去这个公寓 所以整栋公寓的居民呢 只能走入进出自己的家里 这个时候他就问我了 怎么办 他们有什么权益 我们现在知道 现在这个案件呢 是政府部门还在展开调查 停工令 要去调查到底是谁做的事物 所以封路是势在并行的 调查还没完成 就是不能够进来 就是解禁这个封路令 所以我只可以讲 现在这几栋公寓 如果被影响的话 当然对他们是很大的影响 他们要走 我不知道要走多远 对他们的那个个人生活 是非常大的影响 当然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是需要政府部门啊 我们的人民大议师啊 国州议员啊 能够协助他们 他们的那个公寓里面 我们之前有聊过分层管理吗 会有那个我们叫 Joint Management Body 或者Joint Management Committee里面的人 他们就要代表 他们公寓里面的人呢 去跟有关当局去接洽 国州议员或者政府部门 跟进他们希望他们尽快呢 完成调查工作 解除封路令 让他们的公寓有一个安全的 一个进出口 所以这一点呢 都是需要啊 政府部门有关当局去协助的 当然事后如果调查令出来了 报告出来了 他们也有了证据了 这个committee或者是公寓的committee呢 或者是商者的家属啊 他们想要采取民事诉讼索赔 这也是他们的权益 人离开了 人受伤了 然后公寓了 门道路被封了 造成了这些种种的损失 都是可以向有关当局所长的 重点就是到底要找谁所长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啊 这一种高架桥工程啊 牵扯的那些部门牵扯的人士太多了 要找对人人士去进行锁藏 当然我们在民事锁藏里面 有一个东西就叫做 我们去找那个主要的造势者 主要的造势者 他可能会有一个给你一个defense 讲哎 今天这个案件啊 这个意外不是我造成的 是我的subcontractor造成的 这时候呢 主要造势者呢 他就可以讲说 把subcontractor呢 成为第三方 把带进这个民宿诉讼案里面 去进行呢 诉讼 所以啊 最主要当然你们要了解 整个大局 整个大情况 然后收集好所有的资料 有了这些证据等等 才是进行锁藏 好的 所以我这一期呢 第十堂的法律课呢 聊的这个陆路交通法呢 就聊到差不多到此结束了 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法律资讯呢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的YouTube channel 小张律师Dior Channel 有什么法律的疑问呢 也可以订阅我 kaituanagoda.gmail.com 在Facebook看Live的网友们呢 谢谢你们的时间 谢谢你们的聆听呢 下周四呢 同样时间我们再见 我把主持棒子呢 交给小薇老师 小薇老师好